我们跟世界上国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自然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 是绝品 克是一种通经回伪的纺织工艺 沿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原 虽有克思的发展 克思应制造过程耗时废工 存食精品极为稀少 堪称寸克寸精 被视为之中之甚 四路西来之际 入中华司役 于江南之地 荣惠丹青之美 方臣连堂乳鸦图之克思巨制 中国克思如何到达艺术巅峰 东西方克之工艺又无往来交流 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研究馆员于颖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克思这个技艺虽然看起来组织结构非常简单 但是呢它是非常精细的图案文样的时候 那么它所花费的人力物理就非常高 而且对于丝线的质量也要求非常高 那么这个两个叠加起来的话 那么它的成本就非常高 而且非常难得 因为它取决于人的创作性 它的一个经济价值 它跟它的艺术价值 那么它有两重性的话 之中之胜是无可厚非的 名副其实 朱克柔连堂鲁鸦图 它这件国宝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追求的是细腻然后真实 这种栩栩如生的感觉 南宋克思书画里面是读成一个朱克法 于颖介绍说 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有发现早期克之物 目前在中国发现出土的克思食物最早来自唐代 史料记载中也是在唐末送出时 克毛做出来的或者是克麻做出来的 毛的话它的就是说 能够很好地表达油画的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然后它的就是面积比较大 那么都一般是作为整个宫廷里面的一个墙 就是墙壁上面的装饰 那么我们克思呢 因为丝线本身就比较细 然后比较韧 我们强韧度也很高 所以它可以做到很精细很精细 然后放在掌上 心上都觉得很精美 很雅致 那么对比之下嘛 就是各有特色 然后使用场合呢 也是就是说也有所区别 余颖表示 欧洲克制工艺最繁盛的时期 是法国路易十四市在位期间 当时欧洲盛行中国风 东西方在克制领域 确实存在着相互影响 当时呢 送给乾隆皇帝 然后他的一套那个 就是中国皇帝系列里面的 那个壁挂坛里面 也是有一种他们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皇帝 他在的一个生活场景啊等等 因为这种艺术呢 是通过丝绸 茶叶瓷器等等一些我们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精品 然后让他们产生一种美好的一个假想 因为丝很贵嘛 所以他们还是以当地的特产的高端的纺制材料 比方说羊毛 精细羊毛 比方说一些金属丝线 那么他们用这种再结合丝 因为丝有光泽 那么主要还是用毛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他们制出来的壁挂坛 就是其实是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一个中西合并 那么影响到我们这边呢 我们也没有用毛做过材料 对吧 没只用丝做的嘛 那么当时那个齐伦皇帝也发现 毛也挺好 所以他也做了 我们既然就藏在故宫博物院 他们是以毛为主 丝点缀 我们是以丝为主 毛点缀 比方说除鸡 就是用毛 上海博物馆密藏的这件南宋朱克柔 克斯连堂乳鸦图非常脆弱 幸运的是他得到了近千年呵护 方能在当下展出时惊艳世人 于颖说 让公众欣赏到克斯文物之美 了解背后价值的同时 也让更多人吸收前人的卓越记忆 得到更多精神鼓舞 欣赏古物 然后能够得到心灵的抵挡 我们也是希望 现代的人 他回顾古物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了 美的享受 那么对于有记忆传承的人来说 包括孩子们 其实对他们来说 看到好东西 他们也会向往 那么也许 有一个有天赋的技能 他就被激活了 所以我说的 这个东西虽然是很偶然 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他 就偶然有个条件发生 那么博物馆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